台南市新營又见中共五星旗违章见物 公务局18号派怪手挖土机进行强制拆除作业 许多穿着红色背心 写着台湾人民共产党的人士 在现场举着布条咆哮 但是公务局并未妥协 最后这些人士被警方强制驱离 拆除作业得以顺利进行 它的情况是违反了区域计划法 它是非都市土地的一个使用管制的规定 即违反建筑法没有申请许可 善知建筑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有部分的设施 就是之前我们已经有通知它限期改善 但是它在期限内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排定今天要来拆除 那拆除的部分大概有一个水泥地平 还有一个旗杆座的部分 还有部分它还没有完全拆除的 一个铁皮的一个违章建筑 台南市长黄伟哲同天也在脸书上贴文 强调国家的尊严不容侵犯 执行公权力不容挑战 并秀出多张强制拆除作业照片 共产党的盖庙人是台湾人民共产党党主席林德旺 他曾参选台南市市议员落选 两年多前 同一个地点曾经出现一间高化中共古兴棋的寺庙 被检举后已经强制拆除 如今死灰复燃 包括两层铁皮屋 一层铁皮羽棚被裁定为违章建筑无误 公务局执行强制拆除 并强调挑战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 新唐人亚太电视时经望林佩云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